检查油無漏油 然後檢查黑油 檢查水箱 油箱 水箱 皮帶 這只是檢查的基本款 開後門跟行李箱測試 門都正常開啟 駕駛座前方這些電器設備 車門開啟 方向燈 空調等等 得一一確認能否正常運作 測試它有沒有辦法正常使用 安全帶更是製藥管檢 必須一個個檢查 還有這一關絕對不能少 車車 好 先離開 走完一連串的準備流程 至少得花半個小時 才能安心出車 這是遊覽車駕駛的日常 35歲的張世民 一坐就是十多年 報到的時間在6點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是4點多就要起床 然後來到車廠 做前肢的作業 然後跑了一整天玩結束之後 回來再做清車的動作 大概都已經晚上十一二點了 像我媽媽常說的 我出去好像不見了 回來好像撿到的 我們是把自己家當成飯店 不會延這房真的不好做 遊覽車司機似乎始終逃不過 高工時宿命 利用一些提升飲料 或者是檳榔 這些來做提升的動作 萬一真的很想很想睡的時候 通常都是打自己 提醒自己 不要睡著了 車上有很多的乘客在 冰了命把自己打醒 絕對不能睡 方向盤在手就是份使命感 但駕駛工作就是開車 將旅客送到定點 不就能好好休息了嗎 在休息的時候 司機就是比較沒有辦法 獲得充分的休息 因為可能 今天有客人東西忘記拿了 他就上來 又敲門 司機我要拿東西 那可能等一下 司機我們要去哪裡拿東西 各種無奈有苦難言 而這樣的疲勞通病 每一位駕駛都曾經歷過 以前時間拉得長 我們睡眠就比較少 有時候一天睡兩三個小時 客人出去玩 我們就在車上補充一下 三十分鐘五十分鐘一個小時 從業三十多年的李大哥 更直言早年環境更差 只能靠意志力撐下去 翻開這幾年的新聞事件 過勞釀貨還真不少 我是男士尼 都要跟他進天之間 2017年2月 蝶煉花事故 駕駛過勞加上超速 造成三十三死的列祖 事隔一個月 陸客團駕駛開車拖 途中心肌梗塞猝死 家屬控訴 他出事前已經連續上班46天 隔年四月更有大貨車駕駛 一次連續開車十二個小時 疲勞上路造成兩名國道警死亡 根據統計 台灣每年包含大客車在內的車輛 因分心或疲勞 導致意外的比例大約兩成 而攤開現行的法規 公路總局規定 遊覽車每日駕車不得超過十小時 開車四小時至少得休息三十分鐘 而且不得連續駕車超過六小時 還得符合牢基法 單日公時開車含待命 上限是十二小時 雖然曾提出雙駕駛 手握方向盤 裁算公時等做法 但礙於成本 執行面困難無法落實 公時坦白講 只是制定在文字上有要求 那台灣的公時 有沒有實際查核去要求說 應該按照國外這樣子 台灣實際上沒有做得那麼嚴謹 而來看看國外如何杜絕公路駕駛過勞悲劇 向美國規定一天開車十小時為限 休息至少八小時才能再出車 司機還要手寫日誌 紀錄上下班時間 為自己工作負責 造假還可能背上新責 另外歐盟的職業駕駛 每週最多工作四十五個小時 每天至少要休息十一小時 日本則有高科技輔助 方向盤上的攝影機會監控駕駛 只要臉部無法保持直視 可能是在打盾就會發出警報聲 反觀台灣法規配套顯得不弱 遊覽車客運全聯會認為 大客車駕駛的疲勞甚至過勞 得溯源從根本作氣 你去看看阿里山 國家公園有設休息區嗎 你去看看中正紀念堂 有設休息區嗎 你去看一下太平山有嗎 完全都沒有 那請問時機在哪裡 這麼熱的天氣 環保署說車子到達之後 三分鐘之內要熄火 這太陽一曬下去 時機上面不是烤焦了 沒烤焦也中暑了 休息室的設置不夠普及 也讓駕駛能稍微喘息的時間 打折扣 疲勞指數更難降低 另外消費端的問題 也常為人詬病 我們台灣人有一個缺點 我們任何東西 我們都要做 縮固短碗 所以這個把它 反映在遊覽車業者 就是說我們會要求怎麼樣 很早出車 很晚回來 那這個東西對司機來講 是非常的危險 因為怕它的休息不夠 國旅盛行 競爭比價 小國大王是樂了旅客 去苦了駕駛 法規制度不夠健全 消費心態扭曲 各面向籠罩下 改革力道恐怕得再加強 否則杜絕過勞駕駛 永遠是老生常談